由创业协进会主办安省经济发展就业和基础建设厅明报普华永道会计师及百年纪念学院合办的2016创业协进会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颁奖典礼上共颁发了9个奖项以表彰各位成功的企业家 独立评选团根据企业创意运作成功程度产品服务质量增长前瞻管理能力国际知名度雇员关系以及社区服务之参与等要素进行了评选 来自温哥华的郭敬礼先生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对加国华裔社区乃至整个加拿大经济的杰出贡献 其他的最佳企业家奖 最佳国际商业奖 最佳亚太贸易奖等8个奖项也最终由各自领域的杰出人士获得 加拿大邮政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迪帕克先生作为典礼的主奖嘉宾 大会同时还颁发奖决金基于百年纪念学院 西里加学院 约克大学斯出雷池商学院以及乔治布朗学院的学生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